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又是这个无语录long hair online 的时间 首先这个Jimmy 即是岑梓杰的办公室 又接到一些骚扰了 这张就是一个照片 有些人就放了一些东西 针筒 刀片 口罩 一个好像类似包裹的箱子放在他那里 现在已经报警了 其实报警就是会由警察处理 警察怎么处理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现在警察执法的力度 至于说会不会跟进 都是承移民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受到这样的滋扰 长期的跟踪 以至到辱骂 很简单 你不要讲那些长期的跟踪 没有办法 警察也没有办法去 也没有什么兴趣去 维护那些被人跟踪的人 因为你不知道那些跟踪的人是什么 可能是国安署的 你也不能做 如果不是用国安署说自己是记者的 你也不能做 肥皓黎现在已经在法庭那里 要为自己辯護了 就是因为他说有些记者跟了他三年 他一时情绪失控 就走去跟他糾纏了 理论 现在都被控恐吓他人 你觉得资峰去这个山顶那里走一走 又被人围着来骂 如果一时忍不住气 跟他们发生口角 糾纏 到最后可能自己就变成了受害者 他来骂你 那你一时忍不住跟他吵的时候 最后就是自己是受害者 你看到今天香港 当共产党都说明 要全体市民和外国人士去止暴制乱的时候 这个风气就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相信今次岑梓杰办事处 应该是跟其他人比 都不应该是一件大事 大家不用担心他的安全 希望这件事就是一句恶作剧就算了 但是恶作剧的东西就很多 恶作剧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许智峰议员就用私人检控的方式 希望检控两件事的 一个就是去年在西湾河 有一个警员是向着一个和他理论的年轻人 开了一枪 即是引起大家 当时看到片的人都大话 觉得有没有搞错 又没有武器又没有什么 来来和你理论 你去别人那里 人家想撥开你 那你怎么会开枪打人呢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 最少都是不适当使用武力 即是说他在法定的权力里面 根本无需要用枪 来对付那位年轻人 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去年的一个 在这个深水埗的示威里面 有一位的士司机 就开着一架车 冲向人群这样做 结果就是 这个有人被他撞跌脚 他自己也都受了伤 很多人都觉得没有理由的 你怎么会开架车 是危险駕駛直撞去呢 是吧 这个也都是 应该是 最少都要被检控这个 这个 这个 不小心駕駛 导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 那是不是 这个 有机会是 这个严重 就是这个 有谋杀 那些这样的罪行呢 这个 许智峰议员 就是用私人检控的方式 是希望这个 警方是会 惯着 因为如果你不用私人检控的时候 你不断去 这个投诉都没用的 因为这个 对于警方的 失当的行为 他就叫你去这个监警会 是不是 搞一轮 那你都不知道 去哪里投诉 也都不知道 那个警员的身份 这个 幸好那天 因为 有人 拍到整个过程 这个 拍到整个过程 是一个关键 所以 许智峰议员 就 用私人检控的方式 希望 拿回公道 希望 这些公然去行空 大家都看到的一些 暴行 是得到制裁 自然 大家都知道了 在这个 昨天 这个 盧德泉 这个主任裁判官 就 这个 接纳了这个律政司的 这个申请 这个申请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说 这个私人检控 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个裁判官当然可以发出全票 说 有案 但是 这个律政司如果是 要介入的话 就一定可以的 其实是 根据这个 裁判官条例第14条 他只要向这个裁判法官申请介入 以及就向裁判法官解释这个 其实这个案子没得打 我们决定了不检控 这个裁判官就没有办法拒绝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说这个律政司或者律政署 他在撤销私人检控的时候 是有很清楚的 法律上的错误 或者造成这个事实上的不公 那你可以做私下覆核 所以我不知道 许智峰議員会不会做私下覆核 那这件案 大家讨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律政司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第一个问题就是 突然间他讲了很多东西 譬如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这个许智峰議員提出来的证据 有很多我们再重新看过了 用一个独立的小组 跟过了 跟过了 你没有提那些 我都看了 是吧 因为老实说 私人检控哪里有那么多的方法 去拿到警方可以拿到的东西 警方有很大的权 所以这个 为什么他检控是好过私人检控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私人检控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这方面是应该是一个手段 就是说 如果律政司不检控的时候 我就要检控 令到律政司会拿件案来 看一看到底应不应该做 这个也不是一个第一次的做法 其实在雨傘运动出现了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曾经记忆犹新的 就是两宗案 一宗就是曾建超的案 一宗就是郑仲恒的案 那时候也是雨傘运动的 七警案那件事 就是由这个传媒拍到 看到整件案的了 但是这个问题呢 这个警方都不肯去提供证据检控 是要怎么样呢 第一大家要记住 就是这个曾建超 是要私人检控他的 因为这个警方是在2014年的11月26日 就是说距离案发 就是2014年的10月14日 过几月之后 就捉了那个7个涉运的警察 但是去到2015年的4月15日 曾建超认了人 但是呢 律政司就没有做事的 直到去 等得不久了 就2015年的7月14日 曾建超就去做私作复核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私人检控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些人是什么人才行的 那你就想一下 是不是很荒谬呢 这个律政司明知那7个人是谁 捉了 但是你又连个身份都不知道 所以曾建超 当日想做这个私人检控 其实都受到阻挡的 到最后来 这个 他这样做了之后 说要做私人检控之后 到2015年的10月15日 其实已经是事隔一年 警方才落案起诉 你说 是经过了几长的阻挡 几长的时间 是不是 亦都是曾建超揚言说 喂 这个 如果你再不检控的时候 我就会 这个 自己私人检控 其实你只是逼他 是不是 还有一个 曾建超付出的代价就是 就是刚刚做私人检控 逼到这个 律政署 警方检控之后 他事隔四天 2015年的10月19日 就已经被人先告了 就告他五行控罪 就是所谓阻差办公和习警 当然大家事后都知道了 曾建超是因为这五行 罪名成立 判了监禁 你想想 去到很久很久 一路做了这个私人检控 迫倒之后 其实去到2017年的2月14日 这个法庭才裁定 这个七警罪名成立 之后他们上诉的事情 我们不再说了 有些是上诉到刑期 有些是维持原判 我们不说了 这个证明了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私人检控 其实是这个民间 觉得有重大不公 无论是个人的 还是公众看到的重大不公 这个警察当局不提供证据 包庇或者是律政司 在有证据之后 不提供检控的一个手段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出名的手段 就是这个所谓曾建超案 七警司暴案 警暴案 第二个又是跟雨傘运动 一起 差不多时候发生的 曾建超就是2014年 10月14日 被七警襲击 在一个示威的场合 那天就是所谓农和道事件 2014年11月26日 就已经整件事 雨傘运动 已经是受到了这个压制 而是清了场了 这个旺角占领区 在2014年11月26日 就发生了他说是朱经慧案 事发当日大家都看到 其实朱经慧就是当时 这个旺角的副指揮官 指揮官 是不是 他是警司级 那他就 因为当日是沟污 大家记得 沟污的意思就是 就是当梁振英说 现在这个雨傘运动完了 佔领完了 大家出去扣物 那些市民就说是沟污 因为他是用这个所谓 这个普通话说的 扣物 沟污 那很多市民就在这个 闹市那里 是这个 游行 在行人道那里抗议 当日他是当着很多传媒的面前 是揮棍去恐吓那些 在行人路里面和平示威的市民 其中他就打 用警棍 驱赶这个 郑重行用棍打他 那看到了 是不是 不必要的武力 但是又是怎样呢 又是 去到2015年 才是 郑重行去投诉 那个 朱经纬的暴行的时候 到了2015年 监警会才说 他那个投诉属实 但是呢 朱经纬退休了 就是去到2015年的7月23日 一路去到2017年的2月8日 郑重行说 喂 我不等了 再等都拿不到公道 才是 我两个月之后 如果你再不做事 我就提出私人检控 跟着就是 到这个 整件事大家都知道 就是 就是 在2017年3月28日 即是说 40日之后 这个女警司说 那我告吧 没办法 是不是 2017年的12月8日 朱经纬才被裁定 这个 襲击 导致身体伤害的罪名 你看到的 两件案子都是 重大的不公 看到了 事主 是 先经监警会 去投诉 要拿个事实的根据 然后 还要等律政司 和警察 确定告不告 那些使用 濫用暴力的人 那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就是 很明显就是说 用私人检控呢 迫使这个 律政署 行使它正当的权利 好了 现在这个 许智峰议员 其实都是做这一件事 是不是 但是结果就差很远 结果就是 当这个裁判官都说 好吧 你这个私人检控 我发全票 可能有案的 我叫一些人上来答辩的时候 这个律政司 立刻介入 今次介入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不用怕 我帮它搞定它 以前 就是说 哦 这个 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这个群情洶涌 证据确作 不做都要做 拖了很久都要做 今次就不是了 就是 群情洶涌 正式用这个 私人检控 都不是说揚言 做了之后 去到法庭 他就说 不用了 我根据 这个 律政司的权力 我 将这件案拿来做 但是不过 因为没有证据 是 撤控 其实 又没有办法 因为法官 就没有办法去抗拒它 所以现在整件案 基本上 如果不做事 有复合 就没有了 其实 有很多疑点 第一 就是 当这个 律政司说 不做的时候 有几个疑点 第一 这件事都是很轟动的 是不是 亦都有片看的 他说 两件案分开来处理的时候 有没有做过一个程序呢 就是以前很多所谓轟动的案 涉及重大公众利益 这两件当然涉及重大公众利益 很大的争议 是不是 那有没有用一个 外聘的独立的 这个 律师 大律师看过 从他们的角度 从这个专业的角度 有没有得 有没有案呢 现在这个 这个 律政司没有说到的 那我们只可以得到 有一个 合理的推论 就是说 第一 是没有请的 如果不是他应该 说 因为 歪得定歪 比白金白 他当然说 其实不是我 我自己自把自为的 是我找了 一些法律的专业人员 而且可能是 在这个法律界里面 是得高妄众 获得信任的人 看过的 如果是的 他应该提出来 如果 是没有找的 就很奇怪 有找的 不提出来 更加奇怪 因为 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 那个独立的意见 可能会被告的 所以这一点上面 已经是蓝色重移 第二 就是 到底这个 这个 郑华有没有 用到他最后的权力 去否决这个 检控专员的决定 不知道 但是这个 郑华和检控专员的分歧很清楚 因为这个 这个 律政署的检控专员 已经是 在他辞职的 梁卓妍 就在他辞职的时候 发表了一个公开信 就是说 在这个检控的政策上面 跟这个 律政司 就是 没办法谈 就是搞不定 所以他就觉得 我走就好些了 因为 不要阻止大家了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 合理的怀疑 所以其实你看回 整件事 这个 是 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雨傘运动的时候 大家记得雨傘运动 雨傘运动 占领这个 三个占领区 和很多的抗争 当日 共产党 就未正式 是表态的 没有现在那么多话说 所以呢 在这个 律政司去 看一下那些案 是否应该检控的时候 其实 是不需要说上面有个人 已经定了调 是怎么做 他还可以因为 这个群情洶湧 舆论的监察 是没有办法不去检控 现在就不是 大家要想一想 是吧 你想一想 那 当这个共产党是已经说了 为止暴制乱 依赖这个 支持这个 这个警队严正执法的时候 是吧 说到要 这个爱国 爱港人士 和全体市民 包括这个 不同 陈级的人都要了 比如 其实很简单 但是警察 律政司 法庭 都要配合这个 所谓止暴制乱的 所谓政策的时候 你想想 是吧 似一时比一时 又怎样能够 令大家 觉得是公正呢 是吧 为什么 在二散运动 可以用私人检控 或者扬言做私人检控 做到的事情 今天做不到 其实答案 就已经是写在墙上面 这个就是说 当 林郑娥 是说 喂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 大家记得他很出名的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是依赖那3万个警员 去维持秩序 而张建宗在7月21日 的721事件里面 只不过稍微说一下 其实那天做得都可能 大家觉得有些不对的 那我们都表示协议 都会给一个 原作级工会的主席 写信问他 你说什么 司长 好像不对 你不支持我们 你想到的了 就是说 整个检控制度 一定是要维护 这个 警队执法 公正言明 警队的执法 是因为 要止暴 所谓止暴制乱 是不可挑剔的 很简单说 你想想 在这么多成年 现在过了一年 有哪一位警员是 曾经大家看到很不公道的 由传媒看到了很不公道的 这个过分使用武力也好 这个 濫捕 濫打 有哪一个 警员是受到检控 有哪一个警员的身份 是大家可以知道的 大家记得了 是吧 在去年 九月尾的这个 印尼外傭被人射完一只眼的时候 有一样是 你找那个警员都找不到 全部的警员 连这个号码都看不到 那你怎么去 你私人检控根本有一定的难度 是吧 这个已经是说明了所有的事情 第二 有很多法官都觉得 咦 喂 你们这样去 检控是不行的 上到法庭里面 脱皮脱骨 连案情都没有 都带人上来 是吧 或者是 这个 律政署 没办法 警察一抓人 就要告了 都看不到 那件案是否 有案的 所以很多 要上到去 要撤控 或者被警察 骂 其实那些证据 是假的 或者是 大话 其实很简单 如果律政署 是有详细 好像现在这样看下那些案 又怎么会出现这些情况 是吧 第三个 大家可以 很明显看到的 就是 大部分的检控 都是 重重去 检控的 是吧 逮捕你的时候 就说 这个 阻差办公 或者是 非法集结 但是 一到 建安 一耐了之后 就会加控 暴动 什么 总不知 告得就告 檢控政策是什么 檢控政策就是 凭着一些 不够 这个 证据的案情 去告一些 很重的罪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收这个阻下的作用 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在法庭里面 向法官要求 要那些人交出旅游证件 要还压它 令到大家 付出更加大的代价 令到大家害怕 这个就是整个 檢控政策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 檢控政策 已经定下来 就是配合共产党的止暴制恋 是不是 这个 凌枉无众 是不是 凌重物轻 就是这样 是吧 所以其实 看回现在这个 许智峰议员 用这个 私人检控去逼这个 律政司去主持公道 很明显 在共产党现在 这个所谓止暴制恋大家 三权合作之下 那个结果就写在牆上 这个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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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要知道 这个 这个 律政司 律政署 在这个 现在 香港说 维护法治 这个 这样的 所谓 不停地在维护法治 其实是假的 其实 说分两头 其实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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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用私人檢控去逼使檢察部門和警方秉公處理 固然是一個在普通法下面的權利 但是這個權利其實也很難的 因為你沒有錢是不行的 很簡單的 1998年劉慧卿當時立法會議員曾經掃過姜恩署 即是說他不答辯到姜恩署有沒有在做中聯辦的主任的時候 是涉及去拿他的私人去侵犯他的權利 拿他的資料當日都是輸了 其實是很難的 付出很大的代價 輸的錢很多 所以這個很難 其實以前的人是怎樣做呢 或者以後都是怎樣做呢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些公不公正的事情 除了是用私人檢控 也要假設私律政署是秉公辦理之外 其實在過去很多人都是用社會運動的方法 其實在過去都沒有出現過冤案的 其實我自己記得有幾宗都是憑記憶 在1976年都出現過一宗就是 在1976年1月9日有一位休班警員握著車 還有一個年輕人就在阿加魯街 阿加魯街和大約是彌敦道附近 那一位休班警員是產生口角 因為大家過馬路的時候 那個年輕人就可能過馬路的時候 不知怎麼樣 就跟那個休班警員有爭執 就是說你是不是這樣撞過來 就算可能我過馬路的時候 沒有衣燈 或者又沒有衣燈也好 你沒有理由這樣撞過來 下車之後 大家有爭執的時候 那個警員就是開槍在背後打他 那顆子彈在後面進入 那個警員就說不是 它衝過來打我 當然這個是說謊 如果衝過來打你的子彈就應該在前面進入 所以在當日很多人都是 這個輿論話言也有很多人 當時有些學生或者其他參與社運的團體 都是很鼓吵 終於最後就是爭取到 就是說其實這個要檢控這一位 叫做歐佩權的歐瓣警員 這個是當時很轟動 是不是 所以就用死因研究庭的時候 就說情有可原的殺人 當日就又是這樣的 在死因研究庭就說其實情有可原 警方其實拿著這個情有可原的殺人 死因研究庭就已經是為警方 和歐佩權就已經幫他搞定了 其實他才說沒事 但是因為當時社會嘩然 所以就說要長數到底的家屬 因為很多人支持他 警方在輿論的壓力之下 其後就以謀殺罪 就是把歐佩權這位警員檢控 最後來是要判他謀殺罪名成立的 當然後來就是因為他上訴成功 就改為判囚五年這樣 當日就說他謀殺的 這就是一個其中很清楚的案例 就是一個群眾的動員 一個社會輿論的壓力 其實是相當於私人檢控 或者是更加有力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再更加遠就是反貪污塑各派 反貪污各派我想這件事太久了 可能大家都忘記了 因為這件事在上世紀的70年代 當日是沒有廉政公署的設立的 其實意思是什麼 就是也都是一樣的 在這個六七年的暴動受到鎮壓之後 警方成為了當年鎮暴的一個最重要的力量 根本就好像脫缰野馬這樣 因為由上至下都是受到保護的 好像現在說止暴制亂一樣 所以那個貪污和黃島獨勾結的情況非常之嚴重 這個當日有一位總警司叫做葛珀 有人揭發到他可能是貪污 他就提前退休走人 就回到英國 其實在1972年的1月他就申請退休 1973年的7月20日就退休了 但是1973年的4月 就是拿到警務處長得到報告就說要查他 但是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這個葛珀已經回到英國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那麼最後那個說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警方呢 是第一次用一個防止賄賂的第十條呢 是要葛珀呢 是解釋那個財富的來源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 為什麼他的官職的收入是跟他拿到的錢 財富是不相稱呢 要解釋他的來源 但是那個原因就是當日是殖民地政府 那他回到英國怎麼引導他回去受審呢 他回答又可以不回答又可以 是不是 這個葛珀一問葛珀的時候呢 他就已經不知道是不是得到別人的通知 就潛逃回到英國 這件事就是在1973年4月發生 一路搞搞了很久 這個葛珀竟然間可以在這個被要求解釋財富來源的時候 可以潛逃回到英國 很明顯很多人就覺得他放水 就是這個政府放水 這個律政司又遲遲都不動手 所以在1973年的8月就有一個所謂反貪污觸覺拍的這個運動的興起了 其實大家看一看就知道 1973年8月就有這個反貪污觸覺拍的集會在維園 當時因為有這個公安惡法 總之三個人去這個遊行集會 未申請都已經是非法集會 不論你有沒有使用暴力 所以當時就有很多集會的人士 有20多個被人票控 接著就在這個922日 又有這個在摩市集會 在摩市公園現在 摩市集會冒雨 就改為遊行 又是被人們檢控 那些遊行的人 我記得我有位朋友 就是根本那天都不在香港 但是當時的警察就亂來的 是吧 就是趙丹執就說這個一定在這裡 就說要票控他 抓他 他說不是 我的護照 我就告訴你 我不在這裡 我已經走了 那就切紅了 你可以知道當時那個警察 那個無法無天到什麼程度 在9月16日 也都有另外一次的貪污集會 貪污有罪 集會無罪的示威 一連串都是要求這個政府 就是港英政府 是不要再包庇貪 要抓郭柏 要檢控他 這個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1974年的4月29日 郭柏就被人抓了 接著引渡回香港 受審 判了監 也都掀起了一連串的所謂 這個廉政的風暴了 就是其實 反丹烏縮郭柏是令到 這個當時的 郭柏政府 委派了高級副案刷司 白理渠著士 做了一個委員會 去調查郭柏的這個逃亡事件 所以他講了就是 有息之事一般認為 除非反貪污部能脫離警方獨立 否則大眾永不會相信 政府確實有心撲滅 這個就是廉政公署的前身來的 廉政公署為什麼會有呢 因為當時的反貪污部 就是警察裏面的一個部門 去成立一個反貪污部 你想想 找老鼠抓老鼠 是不是 怎麼會抓到呢 是不是 抓不到的嘛 所以這個 當時物理號就 採立了這個報告的建議 就在1973年的10月 的立法局會議那裡 就宣布成立一個獨立的反貪污組織 在1974年的2月15日 廉政公署就成立 根據港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的條例也成立 這個就是 我倒轉來說就是 在一個尋求公正的過程裡面 或者是要將一些濫用權力 或者是貪污受賄 或者是嚴重地去造成不公的人 是帶上去法庭受審 不是單單只是用這個 所謂私人檢控條例的 實際上很大程度 對於這些嚴重的不公 很大程度 其實是市民輿論 形成的監察權 是造成的 尤其是 在這個 如果 香港暫時還有這個 言論集會示威的自由的地方 其實這個是可以用的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已經用限聚令 現在已經是止暴制亂 現在已經是見到任何 這個群眾的聚集都用限聚令來限制 然後再用這個公安條例 阻止你舉行這個集會的權利的時候 這個自然是做不到的 這個自然做不到的時候 就會縱容了這個 所謂這個三權合作論的實施 的實行 各位 你看回我今天講了這麼多話 在這個中共還沒有出止暴制亂之前 和中共說止暴制亂之後 已經是兩個不同的局面兩個世界 其實在我們看這個 許智峯議員用這個私人檢控條例 去希望尋求一個司法公正的時候 我們看到其實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以前可以以前不行 就是因為這個習近平 由上而下已經說明止暴制亂 就是說用任何的手段去壓制香港人的抗爭 包括大家都知道 這個國安法 由上面立法制令都可以用 而國安法帶來的這個 對法律上面保障人權的侵犯 已經很清楚了 其實這個唐英傑在7月1日示威 因為他的電單車插了這個 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旗幟 而他的電單車撞到警員 發生了碰撞之後 都是重重判的 其實最簡單就是 這個以他的罪行 如果沒有了兩支旗 或者他的車撞到警員那裡 其實一般來說 就不會用國安法來告的 如果沒有國安法 就不會用國安法來告的 他不會因為被指涉嫌分裂國家 和從事恐怖主義活動 帶上法庭 自然他申請保不保釋的時候 也是根據裁判官條例 就是了 現在因為那個判詞未出 我不知道這個裁判官 是不是接立那個檢控一方 就是說其實考慮這個國安法就可以了 如果那個法官是不能夠成功這樣信任 那個被告人是不會繼續從事這個危害國家 那現在安全罪的活動的時候 是不應該被他保釋的 那這個自然是 一個法律上很大的爭拗 就是說到底是國安法 是這個會凌駕香港所有的法律 包括這個基本法裡面的 對香港人權的保障 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的話 就是好像國安法裡面寫 就是說任何的 香港的法例和這個國安法抵觸的時候 一律都是根據國安法這樣處理的時候 即使基本法可能都是在國安法底下 是已經廢了 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到就是 就是在今時今日來講 這個無論是這個警方檢控部門 以至到法庭其實都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是吧 法庭也都有時候沒有辦法 不是要跟回那些最新的惡法去判案審案 法庭也受到很大的壓力 就是要配合這個三權合作去止暴制煉 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到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是不能夠荒廢任何的抗爭的 這個據點或者是這個機會 其實這個當然是 回到最起碼的想法就是 其實我們在未來的一段長的路裡面 受到這個中共政權的進一步打壓下 我們民間社會是應該怎樣考慮那個 長久的策略的問題 這個當然也和大家在這個所謂 立法會的議席的去留裡面 希望大家都是更加全面的考慮 我今天講希望大家能夠重新去 看看整個所謂現在的法治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談 希望大家會分享這個節目 希望大家會給我多點意見 也都希望大家如果是力所能及的 請大家捐助社民連 這個社民連現在在新的情況下 需要大家更多的援助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